你大爷还是你大爷 三位年龄加起来200多岁的老大爷全副武装去抢银行 全程行云流水 不开一枪便抢走了200多万美元 令所有人都震惊了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犯罪片三个老枪手 迈克尔大姐已经80多岁高龄了 原本应该享受天伦之乐的他 由于轻信了银行的花言巧语而导致投资失败 目前他正面临着破产和房子将被拍卖的危险 当他正在和无良的银行经理争论的时候 三名全副武装的劫匪闯进了银行 这帮家伙非常的专业 短短两分钟就抢走了160万美元 虽然他们穷凶极恶 但对待老人却非常的厚道 劫匪的首领不仅没有抢迈克尔大爷的钱 还说了一句很贴心的话 让迈克尔大爷顿时感到非常的温暖 也记住了劫匪脖子上那个颇为明显的温身 在接受警方询问的时候 迈克尔大爷向警察详细描述了劫匪脖子上的那个温身 在迈克尔大爷的生活中有两个非常要好的朋友 他们分别是埃伦大爷和摩根大爷 三位老大爷退休前都是在某钢铁公司上班的 本以为可以靠着养老金度过余生 但不幸的是钢铁公司由于合并重组 不仅把工厂全部转移到了越南 而且还取消了所有退休工人的养老金 这个灭绝人性丧心病狂的决定 对三位大爷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就连那位满脸者子的女服务员对他们也都没有好脸色了 迈克尔大爷晚上在邮箱里收到了银行要收回他房子的最后通牒 而摩根大爷则面临着不换身就要挂掉的危险 埃伦大爷的情况似乎比他的两个老伙计要好一些 而且目前面临着自己的第二春 在超市工作李大妈正在疯狂的追求他 在摩根大爷生日的这天 迈克尔大爷和埃伦大爷送给了他一块手表 表盘上还有他外孙女的照片 面对目前窘祸的生活 迈克尔大爷提出了抢劫银行的计划 成功了今后可以花天酒地只醉剂密 实现自己所有的愿望 失败了到监狱里有一日三餐和医疗保障 比目前的生活强多了 因此可以说完全不必有后顾之忧 埃伦大爷和摩根大爷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 认为迈克尔大爷的想法意义非凡 因此决定参与这次抢劫 但抢劫银行毕竟是一项大工程 而这三位大爷没有任何的犯罪经验 为了练兵 他们决定先到超市试试伸手 埃伦大爷负责在外面接应 摩根大爷和迈克尔大爷负责偷东西 超市里遍布摄像头 加上两位大爷过于的贪赖 因此他们的行为很快就被发现了 经过一场毫无悬念的追逐戏 三位大爷全都被火捉了 不过鉴于三位大爷得高望重 保安只是做了简单的批评教育 就把他们给放了 这次失败的经历让大爷们非常的沮丧 他们意识到 如果想要成功的从银行抢走上百万美元 必须要有专业的人员指导才行 随后迈克尔大爷找到了他的前女婿 这位中年男人已经跟迈克尔大爷的闺女 离婚好几年了 目前正从事经营大麻的业务 社会关系复杂 认识不少违法乱纪的犯罪分子 在迈克尔大爷前女婿的介绍下 三位老大爷来到了黑道人物背头书的宠物商店 答应事成之后分给背头书25%的赃款 双方达成共识之后 三位大爷开始计算这次抢劫的数额 由于这家银行正好是负责他们养老金的银行 因此经过推算 他们认为至少要从银行抢走120万美元 才能弥补他们的损失 接下来就是授课时间了 背头书不会是一个犯罪天才 虽然表面上是个狗犯的 但对各种违法乱纪都了如指掌 尤其是抢劫银行 这牵扯到数学 几何 物理 平面三维制图 分析研究 中期的制定计划 后期的石操和淘宝路线 都必须做到万无一时才行 尤其是在时间上必须卡死 根据背头书的经验 对于银行抢劫案 警察的反应速度一般在2分钟到4分钟之间 因此抢劫的过程最好能在2分钟之内完成 但鉴于三位大爷的年龄和身体素质 时间可以放宽到4分钟以内 剩下的就只能骑到警察的路上堵车了 还有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 怎么制造案发时不在现场的证明 以及如何应对警察的盘问等等等等 每一个细节都必须做到滴水不漏 为了在抢劫的时候能有充分的体力 三位大爷还进行了魔鬼般的训练 突发情况也必须考虑在内 如果万不得已必须开枪的话 那么能否准确的击中目标也是非常重要 实施抢劫的这天正好有一个资金募集的活动 三位大爷利用志愿者的身份参与了此次活动 并以不同的方式从现场偷偷溜走了 为接下来的抢劫制造了不在现场的证明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三位大爷带着头套冲进了银行 一进来二话不说 就先开了几箱把厂子给震住 虽然都是空包弹 但还是把所有人都吓坏了 刚开始一切顺利 出纳员都很顺从的把钱交了出来 但这个时候有人偷偷的摁下了报警器 更糟糕的是 摩根大爷在安抚一个被吓坏的小女孩的时候翻病了 小女孩不仅看到了摩根大爷的手表 还差点把老爷子的便具给扯下来 而这家储蓄银行正是开头那家被抢的银行 前后不到一个月被抢了两次 把银行经理彻底气疯了 这哥们拿几枪冲着三位大爷就是一通乱射 但由于枪法太臭 居然一枪都没打中 由于前妻做了严格的演练 因此在警察到来之前 三位大爷顺利的逃走了 当天晚上老三位就在高档餐厅吃了一顿大餐 可刚吃完饭摩根大爷就犯病了 案发之后 警方迅速展开了调查 根据摄像头拍摄的画面 他们很快就锁定了三位老大爷 但由于前妻的工作准备充分 加上老大爷们丰富的社会经验 虽然警方使出了浑身解数 最终也没能找到真兵实据 警方无奈只好放出了大招 那就是在银行里 曾经跟摩根大爷有过交流的小女孩 警方把七八位老大爷排成一排 让小女孩辨认 可能是当初摩根大爷留给小女孩的印象不错 因此小女孩并没有指认摩根大爷 迈克尔大爷曾经答应送给外孙女一条小狗 为了兑现自己的诺言 他从开宠物商店的背头书那里弄了一条 背头书告诉迈克尔大爷 他的那25%分成决定不要了 这个时候迈克尔大爷才发现 这个背头书就是刚开始抢奸银行的那个劫匪 但奇怪的是 背头书脖子上并没有纹身 专家就是专家 背头书的一番话 让迈克尔大爷佩服的是五体投地 发了财的三位大爷不仅给了服务员一大笔小费 还为养老院捐了一大笔钱 埃伦大爷也把自己那两颗精力旺盛的肾给了摩根大爷一颗 从此三位大爷走上了人生的巅峰 看完这整部影片我们还是来数唐诗压经 大爷千万不能惹 不然没有好结果 因为一旦被盯上 想躲你都没地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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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